ICT 必修部分第 7 课 少算表 7.7.2 书楼分析表 今天所介绍的书楼分析表 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 可以帮我们把数据很灵活地排列 做一些比较 我们来看看一个例子 例如我现在在档案里面有一系列的员工 例如员工的编号和名字 记录了他们在不同的月份和地区 去销售一些家庭电器 当然有不同的售价和数量 亦有不同的金额和做了多少生意 过往我们学的少算表 主要是找一些员工名 找一些货物的价钱 计算金额 书楼分析表能够帮我们 在所有的记录里面 能够做到什么效果呢? 我们来看看一个示范 现在的营光幕就是书楼分析表的样子 例如我把每个员工每个月份 做到多少生意的总数 可以列出来 而书楼分析表最有用的地方 就是在现在的营光幕的右边 我可以很灵活地把那些项目 搬来搬去 从而这个表面 就可以有不同的效果 例如现在是把名字和月做比较 我试试这样 我不用月做分析 我试试地区 把地区拉进去 然后营光幕的效果就变成这样 就是每个员工在不同的地区 分别做了多少生意的总数 好的 例如看看 不使用地區,就把地區拿走 我試一下貨物 把貨物拉下來之後,營光幕又變成了 變成不同員工賣每一款貨物的時候 總共賣你的錢 再試一下,這次不使用的姓名 我知道有個叫員工編號,我把編號拉下來 變成用編號去顯示,賣了多少件貨物 再試一下,我把員工編號拉下來 這次的表是另一個意思 變成不同的月份 某種電器分別賣了多少錢,總金壓了多少錢 以上示範,同學都可以感受到 輸入分析表,留意過程中,我只需要把不同的項目放在不同的位置 這個表已經可以出現不同的結果了 我們一起看看如何做 我先去到資料表 按營光幕頂,插入功能 在最左邊就會看到輸入分析表 留意有兩款 我們主要介紹第一個,分析表 第二款就是圖表 例如直線圖,圓形圖 我們主要介紹第一個,分析表 按營光幕頂 按營光幕頂,會問我們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是很聰明的,幫我們選擇了 如果萬一他選擇不對,或者跟我們心想的不同 其實我們可以自己選擇的 按一按紅色箭咀 自行選擇範圍 例如我由A的範圍,一直選擇到H的範圍 由A至H 這八個範圍都可以選擇了,就是我的所有範圍 按紅色箭咀 出發 範圍已經選擇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選擇 這個表要放在哪裏 你可以選擇一些已經存在的工作表 或者你可以選擇一張新的工作表 譬如我試一下 開張新的工作表 好,設定好之後就確定 好,你就會看到有一張新的工作表 也有一個 輸入分析表的區域出現了 當然啦,因為現在什麼都沒有放 好,我們試一下 有些時候是這樣的 譬如我先放一個姓名 譬如我把姓名放在列標籤 好了,把姓名放在列標籤 也會有一個說明 列標籤 譬如我把姓名放在第四個列 形光幕的第四個列 代表了John Chan的記錄 其他名字都是第五個列 第七個列 每個列代表了一個員工他的記錄 這是橫體的 所以我們用列標籤 我試一下用月份 我把月份放在蘭標籤 好了,回到蘭標籤 同一個道理 蘭標籤是打直的意思 B的蘭標籤代表1月的記錄 C的蘭標籤代表2月的記錄 是垂直的 同學就不要混亂 雖然我們看到月份是1,2,3,4,5,6 月份好像橫著 在表的頂上橫著 但其實我們要列標籤 因為在概念上 應該這樣垂直去看 每個月份是霸佔了一個蘭標籤 而名字 姓名就放在列標籤 是打橫的 橫的方向 除了列標籤和蘭標籤 設定好了 中間 中間這個最大的範圍 數值 我們稱為 直這個區域 例如我 就像剛才那樣 把金額放在直 好像數值 是甚麼意思 我留意到 金額這麼小 因為我還沒選擇總和 總和的按法是在 右下角的位置 有一個箭咀 你按箭咀 有一個設定 直南位的設定 你按設定的時候 它就可以讓我們選擇了 其實你想 這次計算是甚麼 如果我計算總和 就選擇加左 好 好 按了之後 它就馬上會計算 每個員工 在某一個月份 究竟他做了多少 生意的總和 行不行 一個 最簡單的 數量分析表 就已經出現了 OK 有甚麼變化呢 我先示範這個變化 剛才我們也試過的 原來 在數值上不一定是計算總和 不一定是計算員工的總數 剛才我們也看到的 例如我們按設定 設定有一個項目過數 項目過數 有多少張訂單 或者在 數據庫裡面 有多少個記錄 我按這個項目過數 這就顯示了 John Chen 在1月份 其實它做了三張訂單 行為三張訂單 如果我們回到 原先的表 例如John Chen 他三張訂單 譬如這裡 是1月的 這個就是1張訂單 這裡就是2張訂單 這個就是 項目過數的意思 即是數的 OK 除了總和項目過數 還有一個可以看看 例如 平均值 平均值 那 測試一下 看見有少數 就是 計算了 就是員工在那月份 可能他做了三張訂單 有一個總數 平均值 每張訂單 計算了多少金額 也做到的 OK 可以做平均值 其實還有其他 不同的數值計算 但就 逐個去解釋 我先計算總和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變化 就是 原來那些 項目 例如金額 除了計算總和 或者剛才過數 原來可以這樣用 再把金額拉進去 我把金額拉進去 其實原來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就是 又計算總和 又計算 算數 就是 項目過數 這樣就可以一起列出來了 OK 在一月內 每一個員工 做了多少張單 總共金額可以列出來了 可以列出兩次 因為我把金額 放在直的位置 放兩次 又可以有這樣的玩法 先把金額拉進去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地方未用的 我們叫做 報表篩選 報表篩選 我試試這樣用 我把地區 拉進去報表篩選 拉進去 在螢光幕的 頂部 A1 B1 就多了一個新的 地區全部 全部都很特別 原來這三角形 我只可以選擇某個地區 例如上水 上水區 這樣就確定 當我選擇上水區 你會發現表表轉了 原來它就是局限了 在上水區域 哪些員工做過生意 在某個月份裏面 做了多少生意的總和 可以嗎 用地區作為篩選的條件 我剛才留意到的 名字明明有四個人 為什麼少了一個人呢 因為第四個員工 在上水區 沒有 做過任何生意 所以他的名字就消失了 我試試轉 青衣區 只有三個人 例如荃灣 荃灣區 多了 荃灣區 就馬上出現了四個名字 因為四個人 都曾經在荃灣區做過生意 在荃灣區做過生意 也都在每個月裏面做過 有些月份是沒有的 有些月份 有些員工沒有做過生意 也會漏空 除了用這個 報表篩選的功能 我想再做一個例子示範 譬如地區 這次不放在篩選 我試試放在另一個位置 放在列標籤 地區放在姓名下面 原來又出現了一個挺有趣的效果 跟剛才有點不同 剛才我可以選擇地區 篩選 但這次如果我的地區放在姓名下面 在某一個人名之下 我可以再多一層的分析 某員工在6個月份分別 在6個月份分別 可以嗎? 那就可以很詳細的 甚至你會看到有減好的 減好的意思是可以將它隱藏 可以將它全部收起來 有需要的 例如阿John 我想展示 阿John的6個地區的 數據計算 你可以這樣顯示出來 OK 那我就試試 如果地區不是放在名字下面 我試試抽過去 放在月份下面又會怎樣 那這個表就這樣 在欄中就多了一些新的欄 OK 那就變成 以月份來計算 在1月份 1月份這6個地區 這4個員工的 銷售的總金牙 行不行 當然 當我們這樣使用的時候 變化就更加複雜 多變 行 這個簡單說明 希望大家都掌握到 輸入分析表的用法 最後有一點總結 其實輸入分析表 主要能夠幫我們做到的就是 我們熟悉輸入分析表的四個區域 放不同的 藍位在四個區域 就可以構成到不同的圖表 而它的好處就是 用法很簡單 不用進入任何公式的 只需要將那些藍位放進去 也有一個互動的效果 基本上它已經立即呈現的結果 我們只需要做到 在不同的區域 用不同的藍位 就像螢光幕所顯示 只需要將適當的藍位放好 或者我們心裡 先有一個構思 我這次想的表 出現一個 什麼的比較 究竟將什麼項目放在列標籤 什麼項目放在藍標籤 這樣就可以很靈活地 幫我們做到不同的比較表 這就是輸入分析表的介紹